大家可能觉得我要拍一个写实的电影了 因为有一个非常社会边缘人 所以会有那种错觉 其实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拍 比如说像青少年挪扎 或者我的电视 或者爱情万岁 不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它非常难拍 难决定 因为我想要去掉更多我的习惯 我的那些电影的习惯 说故事那些东西 我都在丢 但是丢到这一步的时候是非常 我认为几乎有一点彻底 有点彻底 它当然还是 它的内容是要你自己去连贯的 发想的 靠一个动作来思考 来发展的 所以这个电影基本上是一个动作的电影 关于每一个动作 完成每一个动作 并不 并不 不是剧情的研发发展 不是 它都是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之间是没有情绪连贯的 可以是没有的 就生活 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它更贴近真实 比如说吃饭 睡觉 站 坐 大概是很简单的元素去组成 当你去情节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就变得不需要连贯了 不需要交代了 就说观众的以前那个习惯可能用不上了 观众必须要去接受一个新的观影经验 所以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对我来说 这是非常有趣的 比如说我让三个女人出来 她言什么其实也不重要 很可能妈妈 很可能 我不知道很可能记忆里面的妈妈 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鬼魂 随便你怎么去解读她 那他们之间 怎么说呢 就说这种方式会使到 可以更摆脱掉 大家对所谓角色的那个塑造啊 那种观念 我都想要摆脱掉 我不需要去说你说的对 或者你说的不对 不用都对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满江红 我觉得 特别中国人有一点年龄的会有感触 尤其生活在现代 虽然是一个古诗 什么八千里路云和月 三十什么公民 陈鱼土那些东西 你放在每一个 有一点历练的人的身上 尤其是那些辛苦的人 大家都很有感触 我觉得 我是随手念来 因为 本身台湾的 大概四十岁 小刚那个年龄的人 都在课本上背过满江红 所以他根本不用背了 我叫他唱他就 当天他就 他就来了 也不用背了 他就念出来了 我想说 这首诗 特别有趣是 怎么讲 颇能代表 大家的心情 我觉得是你们把电影 载化了 我觉得电影应该是 你们平常看的那种 对我来说 这个才 更像电影 它就是一个影像 只是说我们现在 可能放在戏院里面 戏院是卖票的 娱乐的概念 太强了 现在这个概念 那我 我觉得我既然拍了 这样的电影 我当然要找一个 将来 为他找一个 更恰当的 被使用的 空间 环境 上网二号 在搜狐市里 大家好 我是龙头李奇